Hello 大家好 我是莉莉 刚刚买完东西 今天约了朋友喝下午茶 今天不怎么忙 然后朋友不是买了房子吗 我一次都没去过 然后他邀请我今天 去看一下他的新房子 好像是 在太子 香港太子这里 340万的 两房 可能加那些税啊 788的 360万左右 到时候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原来他朋友 现在他们喝完茶去 他们带我去他新房子看一下 因为朋友说了 他不想上镜 所以说等一下我就不拍我朋友 先去酒楼 喝完他就去看新房子 过去我只想见你 穿越了千个万个 时间线里 人海里相依 用尽了我几心 对你爱情 最难见的蜜 最难见的蜜 是 现在喝完走了 酒楼这边可能是他们服务员忙着下班 这边 灯都关掉了 这边是太子 太子这边这种老楼也挺多的 朋友说他们这房子 也是40年的房龄了 看看 真的觉得进入小巷子的感觉 哦呦这里还有 这是大厅 两个电梯 也还是大叶 那里面还有两块 长长的走廊 这个大门 这个加起来有多少个平米 这么厨房跟洗手间 对 这个厅可能有4个平方吧 这边是间房啊 这个房 好像比我那个房子一样大 我父亲还挺好 是是方方的 这间房应该是主人房吧 也是是是方方的 因为还在装修 等装修好了 带大家过来看一看 那这里是外面 太子 全部是楼房大楼房 光线还是挺好 但是我底部不是亮衣服的 总体的说 试试方方光线还是不错 确实有点小 应该就是二十几个平米吧 等一下问一下我朋友的多大 但是装修好了 再带大家来看一下 但是光线是挺好的 就是厨房跟洗手间 确实有点小 两个电梯的话 差不多有一个人说是 十户 有十户人 长长的走廊 然后这边也是走廊 这房子四十年的楼林了 这外子的大墙 热死了 香港的夏天确实来了 买了一瓶去世茶 一口喝了一大半 进去看啊 朋友的房子 两百六十二尺 可能就是等于我们内地的 两百六十二个平方 四百 都一十几平方的 一百六十一尺 我老公说还没有二十六个平方 才二十多一点点 三百四十万 但是就是它那个位置实在比较旺的 是在那个太子太子地铁站那里 谁出口量出去就离地铁站 比较近交通比较便利吧 唉香港真的是寸金寸土的 三百点嘛 三百是什么啊 两个 还要凉房的 嗯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老公出去运动了 我休息一下 开始煮饭 拜拜